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电视剧 让她的形象深入人心 从已三十年中获最佳男配绝奖 冯远征将带来一场怎样的演讲 大家好 我是演员冯远征 我是演员冯远征 频频强调演员身份的位后 究竟藏着怎样的情愫 我最怕别人过父亲节 因为我没有权利去过了 一边是有一千位观众 等着他准时出现的舞台 一边是已经多次向他并未通知的老父亲 他会如何选择 梦想真的能照进现实吗 听演员冯远征开讲 品鉴金冠好凉茶 聆听中国好思想 各位好 这里是由凉茶领导者 金冠加德宝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讲了 我是主持人 萨贝宁 你们童年都有阴影吗 有没有大家小的时候 是因为一部影视作品 或者是影视作品中的人物 给你们造成过童年的阴影 有过吗 容嬷嬷 怎么还有人说金属说法呢 你们真诚一点好不好 当然今天来的这位不一样 我们有些观众小的时候 被他演的角色真的是吓着了 不光是孩子 很多成年人 据说心里都产生了阴影 而这个阴影持续了很多年 直到今天为止 大家都还记得 接下来掌声有请 我们的开讲嘉宾 冯远征 大家好 我是演员冯远征 我听出来了 其他的嘉宾出场的时候 大家是欢呼 你出场的时候是惊呼 有吓到过的感觉吗 有吓到过的感觉 我刚才开场说的那一段 其实大家都知道 更多的讲的可能是 不要和莫成人说话 14年了 01年 我的天 那个时候你们才多大 三岁左右 有印象吗 对那个电视剧 其实我觉得老把一个演员 限定在一个十几年前的角色里 是不公平的 因为演员 您觉得呢 你比如说 现在几乎每天 我的微博上都会有人说 你是我童年的阴影 甚至有些女孩子说 我因为没有结婚 就是因为不要和莫成人说话 但是说实话 十多年了 他们从幼小的心灵里头 从阴影一直长到大 他还能记得我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幸福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变态我一人幸福千万加 是这样的 在01年拍这个戏的时候 2000年的时候 因为我开始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可能去大街上问 说小萨 你打老婆吗 你也不可能跟我说 你一般问这样的问题 本身就很危险 对啊 所以不可能去寻找到 生活中的就是那个 现实中真的学家庭暴力 而且你这么问 就更没用 绝大部分人就即便是有受害者 他可能也会说 家丑不可外扬 对 是这样的 所以当时我只能选择动脑子 我只能选择就是打妇女热线 他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 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讲 就是家庭暴力的危害 实际上我当时就想证实一点 像安家和这种高级知识分子 真的会有吗 后来他给我讲了一个数据 就是2000年的时候 中国是百分之五十八点几的家庭 有家庭暴力倾向 就是推一下 就算家庭暴力的开始 那么百分之三十八点几的家庭 是大专以上去 家庭暴力的这个这个问题 已经开始凸显出 对对 而且非常厉害 而且不像人们过去想象中 好像是觉得这个跟文化程度有关 生活背景 就后来发现 其实在不同的人群 职业背景 文化背景当中都存在 对所以从那个时代 可以说是因为一部电视剧 是一个角色 引发了社会对于家庭暴力 一个现象的关注 甚至推动了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 我觉得这个 作为一个演员来讲 是一种荣誉 至高无上的 社会机遇的力量 谢谢 但是生活中 冯远征老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掌声有请 冯远征开架 谢谢 同学们好 我是演员冯远征 最近我在拍一部话剧 叫《芝马迁》 那有一天排练的过程中 我就纠结于 我在开讲了 我讲什么 我突然想到 我应该讲一讲 可能是我们年轻人 都有的一个什么东西 梦想 我们年轻人的梦想 和理想 就真的能够在现实中实现吗 可能大家知道司马迁 知道史记 还知道一个什么 公刑 对吧 公刑就是被阉割了 但如果那一时刻 他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他不接受 这个非常耻辱的 这样一个 被受到阉割的 这个行为的话 可能我们今天就看不到实际了 这样一个伟人 他实现梦想了吗 他实现了 但是我们有多少人了解他 了解他的痛苦 2004年 我们剧院在为这个去美国演出茶馆 做一些准备的时候 我们在北京要先演这个 几场茶馆 那个时候也是我最难度过的一段时间 是因为我的父亲一直 病重在医院里头 已经报了几次病危 当那天我在开车的路上 很快就要到我们的剧院的时候 突然我哥哥给我打电话说 你赶紧来医院一趟 说报病危了 当时实际上我右拐是去医院 左拐很 就能看见去医院的那个口 然后我说不行 我要去演出 我哥跟我说 说你就先来一趟 你看一眼 然后你再走 我说我要演出 冥冥之中就我会跟我哥哥说 我说那个大哥 我说那个十点半之前 你不要给我打电话 如果有意外的话 因为十点半是我们这个戏演出结束 当我第二幕 松二爷演完以后 我坐下来 我就等着谢幕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惦记着这件事 我就拿起手机 我就看 我说我给家里拨一个电话 如果我爱人不接这个电话 那我父亲还在抢救 或者已经没事了 我就拨到家里的电话 两声之后 我爱人拿起电话来了 我意识到可能要有问题 我说你怎么回家了 他说没事 因为我爱人不会说谎 所以他表现的就是语无伦次 我说你就告诉我 是不是已经走了 然后他说 你别着急 我去接你 我说没关系 我说 你放心吧 我能开车回家 电话放下以后 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我就在镜子里 我就看着自己 我身后坐的是吴刚 我的同学 正好我们的镜子都有反射 他无意中一抬头 他看见我在镜子里 我说你怎么了 我说我父亲走了 他说你赶紧走 什么时候的事 我说刚刚 他说你赶紧走 我说我还要卸墓呢 他说你还卸什么墓 你赶紧走 那是我在北京仁义 就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没有谢幕 到医院的时候 告诉我人已经送进了太平间 他们拉开了抽屉 当打开的时候 我看到我的父亲 非常安详 他就像睡着了 然后我扶下身 我去摸了摸他的脸 我心里在跟他说 我说爸爸对不起 我要面对一千个观众 我说希望你原谅我 那是我有生以来 我记忆当中以来 第一次亲了我爸爸的额头 我跟他说爸爸再见 后来 我就眼看着那个抽屉关上 当第二天我在到后台的时候 大家好像似乎是 知道我来了 所有人在门口等着说 远征节哀 远征节哀 我好好好 那天我尽量放松的 去演松二爷 但当我第二幕上场 变成老人的时候 朴存心也变成老人的时候 我们俩见面的时候 尽管他不是我父亲 但是我泪流满面 当然之后 可能有人也在说 说冯远征你值得吗 你不笑啊 你可以不演这场话剧啊 你可以告诉他们说 你父亲走了 我要去送他 但这并不是作为一个演员 可以能够面对一千个观众 去解释的理由 因为你的职业不允许你 去这样做 我一直在想 有得必有失 走到今天能有那么观众喜爱你 是因为你认真地对待了你的观众 我记得在2005年 在美国 我们在演出的时候 我们会经常坐飞机 我经常突然会惊醒 我就往窗外看 我一直觉得我父亲在跟着我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默默地去跟窗外的云层去说 我说爸爸 谢谢你陪着我 我说我一定用最好的演出 报答每一个观众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我一定会让你 在天堂 跟所有的人说 我的儿子是好样的 所以走到今天 我从来没有在事主持到过 因为学会尊重 你才会被别人尊重 学会照顾别人 你才能够被别人照顾 学会尊重你的观众 你才能够让观众尊重你 你们还年轻 你们的父母还很年轻 但是学会珍惜他们 因为他们生养你们不容易 所以多爱你的父母 想到他们就给他们打个电话 不像我们这一代 对待自己的父母 不敢说出那三个字 我爱你 多跟自己的父母说 我爱你 多跟自己的父母说 我想你 多跟自己的父母说 保重身体 他们需要的不是钱 他们可能就需要短短的这么三句话 所以 珍惜你们的今天 珍惜你们的父母 珍惜你们的家庭 你们才是幸福的人 所以我想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在我们未来事业也好 家庭也好 我们有多少个梦想 今天在来的路上 我突然想 我说我十岁的时候有理想 有梦想吗 我突然发现 我最大的理想梦想 就是我妈妈给我买糖 给我买好吃的 我不知道我未来要干什么 但是到了十几岁的时候 我爱上了跳伞 我希望将来自己成为一个跳伞运动员 所以坚持 就坚持了五年 专业队和考大学 需要你选择的时候 我选择了 去专业队 当参加完全国的跳伞比赛之后 我的教练告诉我说 专业队已经不要你了 那是我第一次茫然 我没有那么痛苦 说痛哭流涕 或者是特别难过 茫然的走出跳伞塔 茫然的走路回家的时候 就觉得 为什么 就本来是很有希望的一件事 我突然没了 失去了 哦 那可能他不给我这个机会 那好吧 我就接受这个现实 就回家了 回家以后 我也失去了高考的机会 那我只能成为了一个 当时的名词叫 待业青年 因为我父亲是军人 所以他呢 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 就是属于上级和下级的关系 在家待了两个月以后 我说那爸爸 你干脆给我走关系 找一个工作吧 我不管你 你的路要自己走 好吧 后来是我哥哥的一个朋友 通过关系 给我介绍了一个 去拉锁厂 做拉锁 我当时特别兴奋 因为在小的时候 我们受到的教育是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所以我觉得 我要戴上那个鸭舌帽 穿上背带裤 脖子上扎着白毛巾 是吧 手拿钢签 或者手拿一个什么东西 太好了 太伟大 太漂亮了 所以我一宿没睡着 很兴奋 我要当工人了 可是当我走到那个街道工厂的时候 撩开那厚厚的门帘进去的时候 我耳边充实的全都是 当当当当当当当 干嘛呢 我突然发现所有的工人 一人拿一个小锤子 再砸那个拉链 就这样 我开始了我的临时工生涯 可什么时候是个头 因为不是我理想当中的那个事情 我每天是拿一个锤子 要敲多少条 就是你敲一条大概几分 一两分钱 你敲足够了以后 你一天可以挣到一块钱 所以那个时候我月工资是 加上一点点补助 恐怕也就三十块钱 但是我满足这个收入 我并不满足 我想干的这个事 很巧 我们那个工厂有一个文艺青年 他说 冯远征走 我要去一个朗诵声乐班 跟我去吧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就跟他去了 当我第一次到了这个朗诵声乐班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在我面前 打开了另一扇门 很新鲜 没见过 然后一群人 说话都是 你好 我是谁谁谁 你今天的朗诵怎么样了 全是这个 太新鲜了 我也开始跟他们一起去上课 上了几节课以后 我突然发现我很喜欢 我希望做这样一个事情 我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名演员 那时候没有明星这个词 只有演员 我跑遍了北京所有的 能学到表演的地方 比方说海淀 东城 西城 朝阳 重文 宣武 就是所有的文化馆 或者少年宫 只要办这种班 我一定都去 我去学习 我去追求我所谓的梦想 或者是理想 所以当有一天 我去考电影学院的时候 那是1984年 被当时一位文艺片导演 叫张暖心的女导演 在副时考场把我挑中 让我去演她的电影的男一号 叫青春季的电影 突然觉得我的梦想实现了 太好了 我是一个演员了 我那七个月 我沉浸在幸福之中 我沉浸在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 最后一天拍完的时候 我印象特别深 最后一天是拍我的镜头 是拍我的一个特写 那个特写拍完了以后 导演宣布停机了 突然自己特别特别的失落 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 因为我的父亲不太同意我做演员 所以我悄悄地就回到自己住的那个屋子 我就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 因为我很少给我爸爸写信 几乎没写过 我说爸爸 我们的电影终于拍完了 我说这也意味着 我又该回去待业了 我说 作为我 没有想别的 我就是喜欢这个 我想做这个 我给自己设定一个日期吧 那时候我22岁 我说如果30岁之前 我还没有做演员的话 那我就随便去找一个职业 去做就可以了 中国有句古话 叫不撞南墙不回头 我说30岁是我的南墙 那个时候我撞到南墙以后 我尽管撞得头破血流 我回过头来看我自己走的路的时候 我不会哭 我会欣慰地笑的 因为那是我自己走的 从84年到现在是31年 我在2004年 拿到了我在电影当中的 第一个人生当中的大奖 就是金鸡奖 最佳男配卷奖 谢谢你们的鼓励 没有想到我能够得那个奖 我磕磕绊绊地走到舞台的时候 我在想我应该说什么 我突然想 84年到现在整整20年 所以我当时上台说了一段话 我说我刚进入这个行的时候 我认为我只要努力了 我只要认真工作了 我只要不输于别人的时候 这些奖项对我来说是身手可得的 可是没有想到这手一伸就伸了20年 而在今年在这第30个年头 我拿到了白玉兰奖 入行30年 我拿到了 好 但是仔细想想 很感慨 我走到今天 我算是实现了我的演员梦 我的父亲知道我做演员以后 也没有表现得很高兴 在他生前 他几乎没有表扬过我 他从来不会说你演得很好 他只能说还可以吧 这可能是对我最大的一个鼓励 后来过了若干年 我突然有一天 就是帮我父亲收拾东西的时候 那封信是压在他的抽屉的最底层的 我以为那封信早就没有了 但是实际上我父亲生前一直留着那封信 我选择的这个行业 对于我来说 可能是我最合适 是我最想做的 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学不一定 我们有的时候是出于无奈 因为我们的考分够了 我必须先上一个大学 然后我再去想别的 或者是有的时候毕业了以后 你无奈于自己的职业选择 也选择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 怎么办 我想说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们年轻 因为你们可以摔倒了再爬起来 是可以去探索一切 想探索的未来 青春是可以尽情的燃烧的 但是记住一点 不要盲目 脚踏实地 未来对于你来说 是无限的 谢谢 再次掌声感谢宫远先生 谢谢 怕上火和金冠家乐宝 欢迎各位收看由 梁茶领导者金冠家乐宝 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当 电视青年公开课开奖了 谢谢 各位请坐 您现在在学校当老师 电影学院 电影学院 对 所以坐在您对面的孩子 基本上都是90后 对 96的都有了 您跟他们沟通有障碍吗 没障碍 包括您刚才在说 最美好的恋爱 都可以在青春这段时间里去谈 旁边有很多年轻人问 那我的哪一段才是最美好的 初恋往往是最美好的吧 现在的年轻人 你的初恋不是最美好吗 我从冯老师对这个问题的反应上 我感觉到他跟90后交流应该是没有什么障碍 在小纸条里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请问长得帅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这个问题你问我就好了吗 对 是不是 开玩笑的 问您了 实际上 过去对帅只是长得好看就行 但是我觉得现在随着年轻人的审美的提高 内涵才是帅 多有内涵 过去帅是帅在脸上 现在帅是帅在气质上 对 错了 您又错了 现在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 帅是帅在年龄 和你肌肤的质地上 他们要的是小鲜肉 你看 老腊肉 你看见没有 听见没有 现在有一个时髦的词知道吗 大叔控 好 下一个问题 冯老师 您这个年代最帅的打扮不是把衣服扎在裤腰带里吗 今天您怎么没把衬衣扎进去呢 您回答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 因为台上有人是把衣服扎进去了 对呀 因为你你现在追求复古嘛 所以你扎进去了呀 我现在追求时尚 所以我放出来了 算了算了 你先扎的吧 没事 这样 先腿长 您是一个好演员 为了履行自己演员的这个职责 这个义务 没有去看上您父亲最后一面 可能那对于您来说那是一出戏 一出很重要的戏 但是对于您父亲那是一场诀别 您现在还会对他们问心无愧吗 我说我对我的职业问心无愧 我对我的父亲是一辈子的愧疚 我最怕别人过父亲节 因为我没有权利去过了 曾经有一次在母亲节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 因为我母亲去世了 我特别想他 我就说 我说妈妈你好吗 我说如果说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 妈妈就是遮风避雨的那个棚子 我说现在柱子倒塌了 棚子也没了 只能由我自己来承担一切了 所以人只有经历过你才能够去想 是遗憾 但是那个时候我的职业告诉我 你必须向右转不能向左转 如果我向左转 我见到了我的父亲 我父亲如果在那一刻离开了我 我今天晚上演出还能继续吗 我相信是不能的 因为我要对我的职业负责 我想就这个问题说一下 因为刚才在冯老师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 我哭得挺厉害的 在我大三那年我们演实习大戏的时候 其中的一个男演员父亲去世了 大三的实习大戏是对社会 包括对我们的父母的一个交代 所以很多父母都是从全国各地 然后满怀期待地来到学校来看我们演出 所以这个男孩要不然就是留下来 要不然就是回去 所有的父母包括我们演员 其实都是理解他的 支持他可以回去 但是这个男孩跟我们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是一个演员 我虽然还没有毕业 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个演员 所以我特别理解冯老师做的这个决定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每个职业都有每个职业的苦衷 谢谢 可是我是这样认为的啊 虽然说人生如戏 但人生毕竟不是戏 可能您在台上塑造的这个角色 您在台前给观众带来欢笑 但是您在幕后流下的那些泪水 观众是看不到的 可是您和父亲之间的感情并不是这样的 您在他生命中最后弥留之际 没有陪伴在他身边 您不觉得特别的欠缺吗 我的母亲去年离开了 然后前一段时间我在清理这个微信的时候 发现我妈妈的账号还在 我就想 我说这里面 我说听听妈妈生前留下的生意 结果打开以后 我特别遗憾的发现 我跟那么多的朋友 那么多的单位的同事 每天那么多条语音的记录 探讨的工作 探讨的生活 甚至包括很多无聊的事情 在里面开着玩笑 但我跟我母亲的这个微信账号里 居然没有留下语音 但是我母亲已经走了 所以我拿着那个账号 对着那个微信 说了很多话 但是他再也听不到 但是我发出去了 我看着那一条一条的语音 我就在想为什么 没有在以前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刚才冯老师讲到 跟父亲这段遗憾的时候 其实不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遗憾 而是通过我们的遗憾 告诉现在的年轻人 对 珍惜现在 他们还在 在你身边 一家人其乐融融 当有一天戛然而止的时候 后面的一切 无法弥补 珍惜现在 刘叔 萨老师好 冯老师好 冯老师刚才您说到 您正在拍话剧司马迁 您呢跟司马迁身上有许多共通之处 比如说您和司马迁都是陕西韩城人 当然您是祖籍是陕西韩城 比如说呢 您跟司马迁一样 都是脑门很大 相貌也不够帅 你见过司马迁啊 我要见过司马迁的话 我就见不到您了 对啊 那怎么叫脑门很大 有一幅这个后人画的司马迁的相 是脑门很大 然后 然后你就断了思路了 然后我就因为司马迁和这个冯老师的这个相貌 有些共通之处吧 然后我就突然间断了思路了 现在呢 我的思路又找回来了 我想问的问题 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您是不是跟司马迁一样 都是青年的时候 就有着大野心大梦想 但是呢 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没能够实现 请问您最不能接受的残酷现实是什么 我好像还没有司马迁那么残酷的现实摆在我面前 那个是太残酷了 对 那个是太残酷了 实际上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来说 就是好像似乎我有这么多的经历 但是我觉得我是幸运的 所以我在那个拍青春季 八四年拍青春季的时候 我拍完那个戏以后 我突然发现就是人与人之间有的时候是残酷的 因为有人会到背后去说你的坏话 那个时候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不能忍受 因为我从小也在部队大院长大 就是相对单纯 所以我当那个戏回到北京以后 我见人我会说 我说我告诉你一个事 他们说什么事 我说我这辈子生老病死 不会是杀的 怎么回事啊 说你疯了 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就说生活是美好的 我经历了一些 但是我还是觉得生活是美好的 但实际上从我个人来说 你比如说 像我那时候作为一个年纪 做演员 刚刚投入这个行业 做成为一个梦想的时候 都想去拿奥斯卡 对 就是说我这辈子我要做中国第一个去拿奥斯卡的人 但是你发现长大以后 你成熟以后 你发现奥斯卡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是美国人的电影 美国人的奖项 对吧 对 大不了给你一个最佳外语片 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你演员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这个时候发现你的根在哪 你的根在中国 你有13亿可能成为你的观众的人 美国人才有多少人 所以扎根自己 司马迁呢 他是单惊结律的写出来一部史记 比如说什么四面楚歌呀 什么约法三章 熙熙攘攘 破普沉舟 卧薪尝胆等等 有人统计过 史记中总共出过265个成语典故 因此呢 他就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对 我想问的是 您今年53岁 假如40年后 您出版完94岁之后 您离开这个世界 您是否会因为 你凭什么就给冯远珍老师定到90岁就离开 没事 他活不到那时候 没关系 就是说 假如说到了那个时候 您是否会因为自己没能像司马迁一样 留下一部影响中国的剧作而遗憾呢 我不遗憾 为什么 因为我留下一部不要和陌生说话 开玩笑 就是你不要去跟人家比肩 对 小萨我要跟他比肩的话 我得这样 您的肩比我高多 您肩比他高 开玩笑 我穿这么厚的 我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不要跟别人比肩 你自己活得幸福不幸福 就是 你自己的事业上 你觉得你是不是够了那个高度 对 跟身高是没有关系的 对 所以人故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红毛 所以只要我心中认为 我的死重于泰山 也就够了 但是如果我死轻于红毛 但是我做出了对得起自己的事 红毛就红毛 对 比如说通过司马迁 我们就能够明白这样一个道理 不成熟的男人 他们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死 而真正成熟的男人 则是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苟活 对 今天听冯老师的演讲 我就感到 世界上没有黑暗的地方 只有未能被你心灵照亮的地方 没有什么叫失业的终点 只有你想永远停留的地方 没有什么是战胜不了的困难 只有无法征服的人心 没有什么是彻底失败 只有你自己已经被击垮 还没有 大老师慢点 大老师慢点 没有什么是熬不过去的 再给他一分钟 来 接着来 其实就结果而言吧 你是来提问题的 还是来发表你的心诗的 我是这个总结陈述即将结束 好 其实就结果而言 真正能拿到奥斯卡奖的人呢 他也是需要有种种因素 但是就过程而言 您是最优秀的 最努力的 这就够了 谢谢 最后一位提问者江涛 从一开始看你的演讲 我就感觉好像 就是听一个冯远征优秀世纪报告会 或者就是那个 我在听你 就想起了我学生时代 我们班主任 当时上课就这么上 大家一定要放飞吧 梦想 我的未来不是梦 就类似的话语 我就想问一下 刚才我通来 我一点也没看出你的缺点 我只看你可能有点脆弱 会流眼泪 就是您能告诉我们一下 你的缺点是谁吗 好吧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 将有机会 迎娶梁茶领导者 金冠家的宝 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 把您的缺点说出来 我们高兴一下 工作上还好 我生活中是属于比较急 比较急躁的人 有的时候 说话比较直 容易得罪人 真的是 所以您平时急会急到什么程度 您还记得最急躁的一次 会伤害到别人吗 你不是就是想让我说 我生活中是不是安家和那样的人吗 我可以告诉你 不是 对 我就是说反差很大 看你的影视剧 比如说看你以前的作品 你不要说你 我们居然我工作三十年的同事 就前一段我演公民 后台可能你去过 我们后台有沙发 就是演员有时候后厂在那坐着的 我从那过了两趟 突然他叫着我 远章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说什么问题 你真的不打凉男尼 我什么意思 他说 这么多年我一直想不通 你真的不打凉男尼 我说真的不打凉男尼 那你那个角色怎么演得那么像啊 不可能 我这么高 等哪天丹尼来 你问凉男尼 我打不打他 走了 过一会儿我这后厂 来回在那个里头 溜达溜达溜达 他突然 突然 我没注意他 他还那坐着呢 突然说 我还是不相信 三十年的同事 江苍 把你最大的缺点收拾 我们高兴一下 你 你说我 我最大的缺点 就爱跟人谈人生 你给别人留条生路吧 我求你了 好吧 开玩笑 坐吧 我的第二个问题 我的第二个问题 是关于您的婚姻问题 就是我 我不是此前好多人说 你在那个什么 不和陌生人说话里边 是您有家庭暴力倾向 但是今天我发现 您就是 冯小刚的电影当中的形象 是真的越来越有女人味儿的 你说我现在吗 我是不好意思啊 因为受您的作品影响 我就感觉您 越来越柔情 柔情 别说有女人味儿 他吓人了 对 你越来越讨厌 受影响了吧 对 你真好讨厌 别闹 坐坐就习惯了 来你说的婚姻怎么了 就是说 我听说您的婚姻 就是特别的美满 特别的幸福 不像一些其他明星一样 就是整天 这肥梅 那肥梅 这形象 那形象 就是 你不伤害台上的人 你就伤害别的人 是吧 就是 就是说 您这种婚姻美满 是有隐忍啊 还是说你 就是 就是你理解的家庭 是必须打打杀杀吗 就是的 就是有的时候 半嘴 为什么要打打杀杀 因为我 半嘴肯定都得半 我跟我太太也吵架 因为 因为很多时候 就是说你比方说 每个人在社会上 他是一个社会角色 在家庭是家庭角色 但有的时候 在社会上 他不可能去 实现的一些事情 或者他受到了一些委屈 他不可能去 在社会上去 去爆发 他有可能会 对自己的亲人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 你想想吧 我们对自己的亲人 是最不在乎的 我们对自己的亲人 是最可以暴露 自己的缺点的 所以我敢保证 冯老师今天在这说的话 句句真实 绝不可能当面一套 背面一套 因为今天梁丹尼老师 就在现场 对 梁老师 30年的同事内心的疑问 您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您澄清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往前一点 对 我本来根本就没想着要上台的 我也没化妆 对不起大家 就江涛这一个问题 把您引上来了 刚才冯老师说 他的同事30年了 就不相信 确实如此 这个问题呢 可能很多 就是采访过我的人 或者是有一些人 他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就因为我比较爱在微博上发表一些 我给远征写的无数封情书吧 直到现在 我还会在每年 在一些重要的时间吧 写我自己的感受吧 怎么说呢 无论是 现在你们相信也好 或者不相信也好 我这么多年 我跟远征今年结婚第23年了 我们1993年 11月20号 结的婚 那么我们到现在 今年是23年 22年 今年23年了吧 明年23年 明年23年 那么我们 这么多年 如一日吧 我觉得我可以再给你们念一段 就是最开始 远征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我写给她的 朗诵 朗诵 我是这样写的 爱情是怎样来临的 是温暖的阳光 是纷飞的花瓣 还是由于我 祈祷上苍 远征对于我来说 它就是温暖的阳光 就是纷飞的花瓣 更是由于我 祈祷上苍 所以你说 就这样的夫妻俩 他们吵得起来 他们打得起来 他们吵架都应该是 刚才 你为什么会做那样的事 诗情画意的生活 你想象不到的 像你这样的说话 你真的要注意 我说刚才冯老师 怎么谈到婚姻 就是好像有一股 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 我从刚才梁老师说的 这一番话里 我感觉到的就是婚姻 不能因为时间的长久 而变得淡漠 或者双方之间 对一些细节的忽略 婚姻也好 感情也好 他是要长久的去在乎 去经营 慢慢慢慢的 把他真正变成 两个人共同的一种生活 年轻人 学着点吧 谢谢 谢谢梁老师 谢谢您 谢谢您 梁老师一直坐在旁边听着 对 您在演讲的时候 我不是得做做笔记 想一些怎么折磨您的问题 然后梁老师就在旁边看着 忽然发现梁老师 对 其实整个一场演讲听下来 我们就会发现 任何一个在屏幕前 在舞台上 为我们展现 他最棒的一面的人 最优秀的演技的人 其实生活中和我们一样 有血有肉 柴米油盐酱醋茶 生活是真实的 每个人都会有苦痛 会有那些面临抉择的时刻 但是站在台上的那一刹那 他是一个演员 他的职业要求他必须对所有的观众负责 今天来的很多年轻人 我发现都是带着自己的梦想 你们真的准备好为这个事业 而不是仅仅为这一碗饭 去奉献你们的青春 你们的痛苦 甚至你们和家人之间的遗憾 你们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如果做好了准备 未来欢迎你们 再次感谢宫远征先生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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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